第25題 下列哪一種變化過程中會放出能量 我們看到B是冰融化 C是酒精蒸發 融化是從固態變成液態 蒸發是從液態變成氣態 這兩個我們顯然都知道 它是需要吸熱的 同時綠化雅菇 有水的時候是粉紅色 沒有水的時候是藍色 所以有水的綠化雅菇是指 加熱烤一烤 然後它就會變成無水的綠化雅菇 變成藍色 所以粉紅色變成藍色 它也是一個吸熱反應 那麼硫酸酮粉末是 有水硫酸酮是藍色的 沒有水硫酸酮是白色的 所以藍色硫酸酮晶體加熱烤一烤 吸熱之後會變成白色硫酸酮粉末 所以藍色的硫酸酮變成白色是吸熱 所以倒過來白色硫酸酮變成藍色就會放熱 所以第25題問我們說 哪一種變化會釋放出能量 我們答案選的是 A白色硫酸酮粉末 玉水變藍色